大家都知道 这个台湾社会的 这个毒品危害的问题 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也很非常清楚 生命是非常可贵的 当然也无比珍贵 那么如果能够 杜绝更多的毒品 不管是进入校园 进入社会 我想对社会 对青少年 对所有人的身心灵 都有非常正面的注意 今天的无毒家园 亲子同乐探索营 借由在一个趣味越野的游戏当中 去融入试毒 剧毒的技巧 也就是说 怎么去认识毒品 拒绝毒品的这个技巧 以及知识 那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 去提升亲子家庭的一个关系 是我们今天办这场活动 最主要的目标 我们在前天已经严正的宣示 要落实行政院的333的行动策略纲领 也就是要 三减三降 断毒三流 所谓的三减就是降低需求 降低供给 以及降低伤害 那所谓的三降就是 降低出犯 降低再犯 降低致死率 那断毒三流呢 也就是要断绝毒品的物流 人流跟金流 那这个是行政院现在最新版的一个新策略 那毒方局在这里也绝对的宣示 将来一定要彻底的落实33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